11点11分我们回来关心在高雄是一个小偷 他到超商偷啤酒 而且还专门只偷那固定的品牌 落网之后呢跟李直气壮的说 我就是只喝我偷的这种啊 让警方听了非常的无言 最新情况再给记者王岳芳 好的 主要给观众 先看画面呢 就是监视器清楚的拍到 这一名40岁的科系男子呢 他是走进了超商 一开始呢先是跟店员来装熟 之后呢是到后头去拿啤酒 接着呢是拿啤酒到柜台结账前呢 还说要两包香烟以及便当 而趁店员在围泊便当的时候呢 是将香烟偷走还有啤酒呢 也偷走了迅速的逃逸了 夸张的是呢他落网之后呢 他还理直气壮的说呢 他只偷固定品牌的啤酒 来听一下警方的说法 他偷的都是同一种啤酒啦 那他到案的时候我们有问他说 你都说偷哪一个啤酒 他说他只爱偷 偷的啤酒这样子 那我们在想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品牌的啤酒吧 他到案的时候是说偷了都是为了自己喝的 所以他也没有变卖都是自己喝 对 科系男子在落网之后呢 是说只偷固定品牌的啤酒哦 他还理直气壮的说只喝这一种 其他的都不要喝 让警方是又好气又好笑 调侃他是有原则又坚持的窃贼 而警方也查出呢 他家是住在左英 却到了刚好是林雅区到凤山区的交界附近来行窃 怀疑他可能是在住家附近行窃多次 担心在下手会被试破 才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行窃 而征讯之后呢 也将他一窃到最闲 韩宋法办 那么这是爱自目前向这边情形镜头交还给碰内主播 好这种小偷竟然还说自己只偷了一单一品牌的啤酒 也让警方傻眼 我们谢谢岳方